一位电视名人称 哈利和梅根迎来了一场挑战 因为这对夫妇无法将他们的白金起年的庆典之旅变现 6月初这对夫妇回到英国参加女王登基70周年的庆典 这时他们自2020年推出王室之后首次正式访问英国 电视名人凡尼莎·费尔茨在Talk KTV节目中谈到 由于两人在英国和美国的人气直线下降 这对夫妇不再有能力驾驭庆典活动 费尔茨说 你们不认为关键是他们没能驾驭好白金起年纪念日吗 他们无法直接让奈特菲勒斯参与拍摄 他们没有被允许和女王合影 他们没有坐在第一排 他们没有去吃午宴就逃走了 他们为宝宝·莉莉·贝特举办了一个没有多少人参加的派对 然后就回家了 所以他们无法驾驭她 无法利用她赚钱 具体在访问英国期间 哈利和梅根只公开露面了一次 他们参加了6月3号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感恩仪式 这对夫妇在近40名王室成员以及前任和现任政界人士一起参加了该仪式 由于活动不变 女王没有出席 虽然苏塞尔克斯公爵夫人与剑桥公爵夫妇 查尔斯王子之间没有任何交流 但是他们被发现在会场外与哈利的表弟扎拉·廷德尔交谈 据报道 在庆祝活动正式结束前 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便飞回了美国 他们的迅速离开意味着 他们不会出席庆典最后一天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白金洗年派对 也就意味着他们对受到的冷带不满 1982年夏天 才21岁的达安娜已经怀着五个月的身孕了 查尔斯带着她到景色绝美的巴哈马群岛度假 不希望被人打扰 此时的达安娜和查尔斯不仅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 也沉浸在快要当爸爸和妈妈的欢乐中 这真是一段让达安娜难忘的甜蜜时光 在这座海岛上 点燃的身边仿佛没有其他人的存在 他们可以一起在海边嬉笑玩耍 再也不用像在镜头前 巡轨岛居的英国王储夫妻那样 达安娜深信喜欢自由 喜欢无拘无束 这个海岛其实非常适合她 当时的达安娜凭着五个月身孕的孕度 腰身显得略有些臃肿 但是整体身材比例很好 一双眉腿很修长 惯性过当 穿着一身飞红色的比基尼泳装 显得非常的明艳动人 达安娜在查尔斯的称服和保护之下 走到海水里 灿烂的阳光把她脸晒成了明晃晃的古铜色 但是也无法减少她的气质 她整个人都沉浸在了爱中 一脸的容光焕发 在很多人的眼中 年轻的戴飞还是一个青涩 不碍事事的可爱小姑娘 不过看她穿上泳装 人们才发现 原来她的身材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 经个有力的臂膀 一双美腿很迷人 自配上这张美丽的脸 真是宛如美玉一样 此时的查尔斯对她很温柔 两人肆无忌惮地搂抱在一起 接下来在椅子上的时候 达安娜把自己的长腿放在查尔斯身上 非常调皮可爱 如果观看这一幕 大家或许会觉得 这是一对神仙眷侣 但是后来查尔斯用她的一系列行为告诉大家 她心中一直只有已经嫁做他人妇的卡米拉 达安娜仿佛只是她眼中的生育工具 或许她更爱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 等她肚子里的孩子威廉出生了 脸的感情也就急转直下 因为达安娜身为工具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查尔斯也不用再假装对她好了 查尔斯这样的行为就是典型的 有眼不识金相遇 在她的身边明明有这么美好的妻子 她却用自己无情的冷漠狠狠地伤透了达安娜的心 其实达安娜怀着威廉的孕后期 查尔斯的真面目就暴露了 为了和朋友一起出去玩 她抛下怀孕晚期的妻子 达安娜为了阻止她出去 甚至挺着大肚子从楼梯上跳了下去 结果换来的还是查尔斯的冷漠无情 逐渐的达安娜也对查尔斯对自己的婚姻失望 她开始在情人身上寻求慰藉 达安娜一生一共有七个情人 最后她也和最后一任情人 埃及百万富生之子多迪一起混沌巴黎 1997年8月本来是一个美好的夏天 达安娜已跟自己的最后一任情人多迪一起 前往地中海的一个海岛旁边 度过了一个惬意慵懒的假期 不知道这个时候的达安娜会不会想到 15年前她怀着威廉和查尔斯在海边歇歇呢 当时的达安娜王妃穿着一身粉红色连体式泳衣 多迪穿着泳裤 两人在沙滩上散步 灿烂又炙热的阳光从天空中直射而下 直直地照在他们的身上 情到浓处 只见他们温柔地相互贴近 开始拥抱 一边拥抱还一边亲吻 两个人的拥吻看起来非常的甜蜜 仿佛在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 和自己的爱人在地中海的沙滩旁边拥吻呢 这一个拥抱仿佛胜过了千言万语 如此的快乐 多迪搂着泰安娜的小蛮腰 两人的爱情就在地中海的见证之下 又得到了升华 不得不说 查尔斯确实是有眼不识金相遇 已经36岁 生了两个娃的泰安娜 身材仍旧是非常的好 并且岁月也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什么痕迹 仿佛她还是那个二十出头的小女孩 除了在沙滩上拥抱 丹安娜和多迪两人还会在地中海的游艇上面 歇息打闹 又给吃瓜群众撒了一把狗粮 只见丹安娜把自己涂了红指甲的脚 搁在游艇上 而多迪则是轻轻地把自己的嘴 凑到了丹安娜的脸颊上 给了她一个温柔的亲吻 点了一边亲吻 一边窃窃私语 非常的甜蜜又放松 偶尔呢 丹安娜一个人坐在海滩上 休闲地看着波光淋淋的大海 她一边看海 一边回过头去打望 点好的身体线条和优雅的气质 就这样的静置淋淋地展现了出来 可惜那个时候她并不知道 这已经是她生命里最后的一个夏天 这个夏天一晃而过 她香消玉允 从此一袋英伦玫瑰就此凋陷 不过在地中海的海滩上 丹安娜留下了很多比基尼的照片 让我们欣赏到了她的美 丹安娜的儿媳妇凯特王妃 也曾经被抓拍到许多穿比基尼的照片 当时的凯特穿着一身简单的白色泳衣 浑身上下湿零零的 皮肤被她眼光晒成又黑的颜色 事实上她并不适合穿比基尼 很容易暴露身材缺陷 显得腰没有那么迁徙 腰臀之间也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对比 她更适合甜美的散裙装 容易修饰身材 穿出温柔的一面 很多人穿上这样的比基尼之后 还不如凯特王妃展现出来的这种气质 因为凯特王妃长相甜美 头小脸小 不过如果把凯特王妃和她的婆婆 丹安娜王妃相比较呢 人们还是会觉得她差了一截 原因不如丹安娜王妃的气质那么的风华绝大 只能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美是永远没有办法超越的 它已经在短暂盛放的刹那间成为一种永恒 凯特的妈妈妹妹也曾经换上比基尼 在海滩边玩耍 展现自己的风采 2019年末 凯特父母和凯特小妹琵琶一起来到海滩边度假 扇美美的日光浴 当时他们住宿的这个海滨豪华酒店 还是琵琶的富二代老公开办的 真是让人忍不住留下羡慕的口水 凯特妈妈卡洛尔穿着一身黑色的比基尼 状态超好 完全看不出是已经64岁的老奶奶 自然她的肚子上有一些坠肉的痕迹 不负年轻时的小蛮腰 但是胳膊肌肉紧实又有力 时而拍打水浪 时而在海滩上踏着浪花漫步 笑容灿烂又阳光 而这个时候的琵琶 则是穿着一身白色的斑点比基尼 这种比基尼很能够凸显腰臂比 让人不由地想到 当初的琵琶也是靠着这身修长的伴娘服 靠着完美的腰臀比 在凯特婚礼上出尽了风头 母女俩一会儿在水中嬉戏 一会儿在海滩上散步 琵琶迷人的巴掌腰 卡罗尔健美的身材比例 让人意识到 要当王室的亲家 必然也是要有两把刷子的 凯特不是山窝里飞出来的金凤火 她本身就是凤凰窝里出来的 虽然比不上大安娜 但是还是基因优良 天生励志 英国王室曾经有过这么多的美女 她们靠着绚烂的美丽 顶缀了一个世纪的灿烂 能怕其中有一些人 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我们在惋惜之余 重新回望过去 见证他们的风华之时 还是忍不住的心潮澎湃